昨天晚上的七点有一名网友 at我们邻居里说 在南京市宇华西路122号的门口 有一辆城管执法车 不仅停在了斑马线上 还有一双脚从车里伸了出来 这名网友在过斑马线的时候 差点装了上去 网友熊先生说 当时正在过斑马线 看到一辆城管执法车 不仅停在斑马线上 车上的执行人员 竟然还把脚撬出了窗外 走近一看 里面坐着三名城管执法人员 网友纳闷了 管城市的容貌的 他自己几个本身就没有注意到城市容貌 还有什么资格去管人家 随后我们赶到现场 熊先生说 翘脚的工作人员保持这种不雅 则是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当记者上前询问时 执法人员表示 你们现在在值班还是什么 还寻查 什么时候寻一次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确实能不能停到 到位那一边 在大马线上 停在三马线上 我们就看着 人家是水户自己的 水户是什么呀 水户是水户是水户 水户是水户的这边 专门管就是战道进行的是吧 那每天几点到几点啊 我们是 我们到九点半 九点半呢 你刚才有点不好 你的鞋子都脱掉了 鞋子脱到脱到外面 你觉得合适吗 此时我们发现 就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有一处小摊贩正在卖山药 在不到五百米的拐弯处 还有两处卖水果的摊贩 正在战道经营 既然是值勤 为什么不巡逻 反而在车上翘起了脚 玩起了手机呢 看到记者拍摄 这三名城管队员才表示 将马上巡逻值勤 将车开走了 好